各位设计家以及挖家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午安 我是主持人Wesley 今天我们的节目带来宾是AJ2的爱家概念的创办人 我们的Kevin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嗨大家好设计家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的Kevin想要 其实我们在设计家在日前举办了一个针剑的活动 那这个针剑的活动其实是最近全球炎烧疯狂烧的动物森友会的一个 有听过动物森友会吗 我听过但是我没有玩过 但是我脸书很多朋友都在卖大头菜 或者是在装修房子或什么的 对也就是他们每天都要必须要就是非常干苦的挖岛啊 种花等等的 你有玩吗 当然有就高级玩家 高级玩家好不好 我的岛是非常的精美 而且房间布置非常好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当时其实是因为看到了这个一个趋势 就是说其实在疫情期间 大家都窝在家里面嘛 那在窝在家里面的过程当中 因为就是好像刚好有这样子一个火火 那个一个游戏 然后让大家 然后我们发现到说其实很多的人 他们真的有投入这个里面 我们发现到说在虚拟世界当中 其实大家对于布置的家里面的部分 其实是非常感到兴趣 而且非常精密充沛的 那其实呢我们来跟观众朋友分享 其实这一次的前三名啊 我们所看到的风格的分配第三名其实是香春风 香春风的配件其实大概就是一些 比如说以原木啊 这个部分为主的部分 那第二名其实是工业风 因为铁剑 可能动物生肖会里面铁剑很多 什么铁剑的栏杆啊 铁剑非常多 所以其实用铁剑的部分 其实是落在第二名 第一名呢 其实我觉得跟你们应该有没有 非常有相关的应该就是 其实是很多网友喜欢的北欧风 北欧风 想问问看Kevin说你自己有没有 就是在这些风格当中 有没有喜欢的风格 我自己也是偏向第三个北欧风 你也是偏向第三个北欧风 就是那近期是因为 为什么会特别喜欢北欧风这个部分 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 其实蛮强调个人自我的风格 自我个人风格 那其实北欧风是可以 蛮完整的全束这样子的 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一些概念 对 因为其实大部分北欧风的空间 都会尽量是留白 是 蛮多 然后极简 极简 那会使用的家具等等 其实是因为你的装修背景 其实是极简 所以家室家具是常常替换 根据你自己哪一个 时间点 觉得是适合什么样的风格 对 是 是 是 我觉得刚刚Kevin讲这真的很重要 因为其实我觉得在现在的 大多数时下的屋主 或是年轻人们 其实对于家里面的概念或是布置上面 其实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了 那所以他们在各种替换上面 如果今天是用一些元素比较重的 的风格的话 他可能在替换上就会比较 没有办法那么有限制 那除了这个部分 还有没有其他像北欧风一些特色 我觉得植栽是非常重要 植栽 对 植栽 像我自己很喜欢有各种不同的植栽 在居家空间里面 是 然后就会有呈现出一种 呃 就是 阳光洒进来 对 很清爽 对 刚好也是北欧风一个蛮重要 就是很很自然 嗯 然后极简很绿意的感觉嘛 对不对 那在这个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一些色系上面 可能色系其实大部分 其实各种色系都会有 但是就会偏向比较是淡色系 淡色系 对 比如说浅黄色 浅黄色 浅绿色 其实呢 我们在我们的站上里面 看到非常多北欧风的一个作品 很大部分都以白色 木色 再搭配一些跳色的 比方说刚刚提到的绿色啊 其实绿色这个颜色在 呃 北欧风当中把它加进去之后 其实会非常的 呃 有一些绿意 或者是比较清爽一点的感觉 这样子 好 那其实今天在直播的 呃 就是这个下方留言啊 你知道我们的直播下方留言 今天只要在11点59分59分59秒之前 如果你有留言 我想要设计家 我想要设计家 呃 我们今天有两个赞助厂商 一个是Green的Pandora的 指榴玉植栽 然后另外一个是 AJ2的星球泡芙的蓝骨头 在我们的镜头 在我们的下方画面 这边 有这个部分你只要留言 我想要设计家 就我们就会再抽出 相关的赠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然后呢 另外也提醒大家 就是说今天在呃 7月14号之前 你只要能够上我们的AJ2的官网 做一些北欧风的装点 想说是不是可以请Kevin老板呢 对 带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实际的一个操作 告诉他们说 我们应该这么做 其实你就可以轻轻松松 拥有一个北欧风的 没问题 好的 那我们的直播就准备进入到关键的时间 大家一定要细看我们接下来的 所有的布置哦 那我们观众朋友 跟着我们的Kevin老板 一起前进到我们的施工现场吧 GO 以其实 yay 咱们さん的货币 去监管 这对说 快点 再 监ın 别 四 ろう 欢迎回到动物森友会 现实生活中的北欧小房间 Kevin就是帮我们 就是刚刚帮带着你的团队 帮我们就是装点了 就是我们这个房间 那北欧风的部分其实有非常多的配件 想说是不是请Kevin来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 你布置了哪些部分呢 好 我觉得动物森友会主要都是一个开放式空间 那我们这边有配置了沙发 然后茶几还有小圆灯 然后最重要的还有植栽的部分 其实大植栽真的是北欧风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在我的左手边这边呢 我们会有一个单人椅 然后还有一个立灯 立灯 然后其实这样算是一个办公 比方说公用空间的一个部分 有点像是studio的感觉 了解了解 对 其实这个空间 其实真的让人家感觉非常有北欧风的那种氛围 其实这些的物件其实都非常简单 都是你很轻松可以去买得到 对 然后搭配起来它的风格就会有一点 我觉得说的非常的好 因为这些东西其实真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可能有网购啊 或者是说走进我们的实体现场来这边购买 其实都是非常容易就可以获得到的一个物件 那我想说我想要请Kevin再帮我在细节上面 再帮我们跟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北欧风的每一个单物件当中会有哪些重要的一些元素 分享给我的观众朋友 好 刚刚有说北欧风其实就是自我风格很强烈 然后混搭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所以以沙发为主我们不适合放3加2的沙发 不适合放3加2的沙发 通常都是以这样子的一个L型沙发 那都会推荐是低矮背的为主 OK 所以不会是高矮 高的 其实低矮背真的是在整个空间上面比较不会有压迫感 但是我也知道很多消费者是需要有头部的靠的部分 所以我们都有附加头枕 对 那以颜色色系就会尽量是以大地色系 素面色系为主 那如果真的有需要一点颜色跳色 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子沙发的披荆 下去做跳色的动作 其实这样真的其实很像这种北欧杂志当中会看到的一个 那以茶几的部分呢 我们都不太建议选择厚重型 比如说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抽屉啊等等的茶几 反而是选择这种比较轻巧型的 那也是跳色跳款式 而且我觉得蛮特别 你帮我们配的不是一般传统的一个正方型的 或者是长型的 它现在其实蛮多圆形 因为你的沙发其实是以偏长方型为主 那不同的形状可以呈现在茶几上面 或者是圆凳 是 那像这组圆凳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圆凳它其实因为我们是选择白色系的沙发 那圆凳就选择一个色系相当的圆凳 去做搭配 了解其实这个色系上面其实搭配上其实也是蛮不容易的 因为其实这个其实有点就是混搭的一个白色灰色的一个 会这样整个空间当中其实会有非常就是不一样的跳色的感觉 这样子 那在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在这样子的空间当中 其实利用这种圆形或长方型L型 是算是近期比较流行的一个 就是不同形状跟不同的材质搭配在一起 是是是是 好那再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左手边这边有没有哪一些部分是 可以跟观众朋友们介绍的地方 这边主要因为现在很多开放式空间会把就是书桌 工作桌的部分融入在一起 那这边就会有所谓的单椅的部分 然后还有搭配立登 然后一张简单的工作桌 对那它呈现出来就会蛮舒服的 那像立登这个部分是我们在北欧风的元素当中算是很重要的吗 是 在挑选上有没有一些推荐的 呃我自己还是偏向以最继续越极简越好 这张这个灯其实蛮特别的 对啊它是也是有水泥的风格在里面 风格在里面 对啊对 那单椅的部分呢 这张单椅好像跟一般这个空间当中好像是一个颜色比较跳出来的颜色 是而且甚至它的面料它是使用绒布的面料 是所以它就是跟刚刚说的它有一种液材质的搭配 那去做跳脱 地毯的部分呢 地毯也非常推荐因为地毯真的是一个北欧空间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是那地毯我们自己也会呼应比如说你自己是比较喜欢黄色系的 对 那我们通常就是用地毯的颜色 呃披巾或者是一些抱枕的部分去做搭配 让这个色系是可以比较统一的 理解所以其实在这个情况下就是我们整个搭配上面 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说我们其实就是刚刚搭在 观众朋友看到我们在整个空间当中最主要就是用灰色 然后搭配如果今天要稍微跳色的部分我们可能用了一点灰色 然后绿植栽的绿色 甚至像我们刚刚的单椅当中其实看到的蛮明显是用一个更深的一个绿色来去做一个搭配 这样子 那我想要既然都已经来到AJ2的现场 想说是不是可以请Kevin来帮我介绍一下 呃就是有哪你们现场有哪些是top3的一种就是热销款的一些沙发 OK没问题我们家AJ2品牌最热卖款是其实第一名是 Hofni赫本沙发 其实这个沙发在我们站上也有很多设计师其实有用 很多设计师喜欢用它 那为什么会是设计师爱用款 因为它的材质面料材质包含它的底框 原木设计底框是搭配起来很适合放很多北欧的风格的居家空间 其实真的因为现在在做那个原木底框的其实是箱形底下比较没有那么多啦 对那这个其实就是很适合放在北欧风的空间 没错没错那第二名呢第二名是我们的奥图 奥图沙发床 奥图沙发床没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呃有提供那个折扣 折扣的那个沙发床这样子是是是是这个沙发床有什么特色 它因为市面上沙发床大部分都是用木方 所以其实使用两三年很容易会损坏对那我们都是使用日规的推管结构 所以它非常的耐用非常耐用而且色系上非常的可可可爱 算是色系蛮好看对啊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家里面本来要搬一组沙发床的时候也是也有考虑要 怎么没看到你的订单我跟你说灯会马上就立刻下定 这一次其实折扣大家也要记得一定要记得输入哦那第三名呢 第三名我们会以星球泡芙一个蓝骨泡芙 这一次是我们的赠品对不对感谢感谢感谢皮工与我们的观众朋友 对那这个其实刚刚就是可以再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它到底是有多多么多么好用 你说星球泡芙啊星球泡芙它其实呃 它就是坐卧两种都可以因为对正常的蓝骨头是你只能坐对 但是星球泡芙它是可以把后面的魔鬼灯拆掉之后 打开变成是一个半圆形的垫子 其实就是如果你家里面啊就是平常有人来家里面玩洞生啊你可以坐着 然后如果玩累了想躺着把它打开就可以躺在地上了 概念是这样对不对 好的那我想要再问一下凯文说有没有你自己在店里面个人非常喜欢 而且一定要推荐给我们观众朋友 有就是我自己家里面也是使用了没有 了解那我们就请凯文我们来浏览一下 好没问题 好这个是凯文帮我们撕推的沙发吗 没错那想说请凯文来帮我介绍一下这一组沙发叫做 它的名字是Milmo Marmor沙发 然后我自己家也是选择这张沙发 你自己家里面也是选择这样 那为什么这么多沙发当中你特别选它放在家里 它功能非常好 等一下就可以让你展现一下 那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啊它第一个是头枕是可以学时做移动 哎呦 对 所以它其实是直接可以这样子做替换 所以如果假设这个地方没有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地方 没错没错 我刚刚其实碰这个整整形我觉得很舒服 它的泡棉都是使用高科技弹力泡棉 跟市面上的高密度是不同 看来到我在画面中短腰短腰的感觉 它弹性真的非常好 真的非常好而且很舒服 对啊很舒服 这个贵妃躺下来真的超厉害的 很舒服但是你以为只有一个贵妃吗 不然还有第二个贵妃吗 它每一个它有第二跟第三个贵妃 第二个跟第三个贵妃 所以我就不用跟你抢在坐那个位置 就是我自己也能舒服的坐在贵妃上 原来如此所以这个也可以 所以其实在这一组里面等于就会拥有三个贵妃的部分 那这个是特别设计这个宽度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躺着的概念 因为通常贵妃大家就会抢那个位置 但是这一张就是我们坐在这上面的人就可以把它当作是贵妃在一起 而且其实这样子就摊这个也可以吗 这个也可以 所以摊起来其实就是一类是一张床 对其实这边要睡一个人其实没有问题 以我这么先受一定是睡得下去的 可以可以可以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真的还是非常谢谢AJ2的那个Kevin 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这样子 对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11点59分59秒之前留言我想要设计价 我们会抽出Green的Pandora的疗愈之灾 还有AJ2的星球泡芙的蓝骨头要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除此之外呢你记得在7月14号之前 在AJ2的官网输入search后 我们会有奥图沙发星球的泡芙的蓝骨头 这部分可以再想500块的折扣喔 真的非常谢谢 我觉得连续两场直播上次跟美女这次跟帅哥 真的是我们真是越来越年轻 就是越来越年轻又拥有这么多就是这么优秀的年轻人 可以加入我们的直播团队 那未来也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希望再跟Kevin合作 可以再介绍更多的沙发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OK今天我们直播我们最后跟各位观众朋友说午安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